第3229章针锋相对 等七长老一走 清莲先尊便收起了那温和的面孔 冷冷地看向虚空中 冷漠说道 会结束的 等一切都结束了 总会明白我的 九头龟缩在龟壳里面 察觉到远离了那最危险的人之后 提着的心便放了下来 随后九头龟又悬着了一颗心 他不知道这个七长老会将自己带到哪里去 会干什么 毕竟这个七长老还是有些疯魔的 莫不准他的想法 九头龟内心一阵无语 不知道那个杀千刀的王腾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想起丢了一个他来 七长老边走边好奇地问着 你这只王八修为如何 我看你也已经修炼到了真皇境界巅峰 为何要一直待在那个王腾身边 王腾不过也才万法境出奇 我们这里普通长老都已经达到了万法境 更别说那个人 已经是暗影君主 他想要谁生就能让谁生 我很稀奇你这个凶兽 跟着我如何 我保证你能突破真法境出奇 修为大长 如何 七长老这时脾气很好地劝说着九头龟 见九头龟依然缩在龟壳里面不为所动的样子 继续抛着右耳 你看看你 王腾一点都不在乎你 不然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王腾都没有来找你 明显就是不看重你 九头龟冷哼一声 便不再理会这个七长老 七长老被九头龟这么落面子也不生气 只是笑了笑 继续说道 跟着我 我保证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成为最尊贵的凶兽 如何 七长老手渐渐缩紧 一阵吃热灼烤着酒头龟 脸上却是与之相反的笑意盈盈 九头龟被龟壳烫得 难受地伸出头来 七长老好似很惊奇道 哟 你还少了一个脑袋 王腾怎么这么不懂尊重你这凶兽啊 九头龟直接无视这个七长老 他才不会相信这个七长老说的一句话 什么跟着他就会衣食无忧 也不看看这个七长老现在的行为是多么地过分 七长老见九头龟依然不理会自己 手中力道越发大了起来 九头龟有些难受地哼击了一声 内心狂骂着王腾 姓王的 这次落下我的事情 我记住了 等我回去了 我一定会给你好看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我做了这些事情 还劳烦七长老来给我解释一下 在九头龟内心狂骂王腾的时候 王腾那清朗的声音就从前方传来 九头龟连忙伸长脖子 想看看那个杀千刀的王腾 七长老将九头龟收回身后 一脸无所畏惧 哪怕王腾来了又如何 有本事从他的手里 抢回去 王腾站在七长老的前面 也没有轻举妄动 王腾看向九头龟的眼神有些心虚 他之前回去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好似忘记了什么东西 后面猛地想了起来 他跟四长老打斗的时候 顺手就将九头龟放在了地上 后面又遇到了七长老 以及清廉先尊出手 一系列事情都堆在了一起 就很自然地将九头龟给忘记了 王腾连忙出来 寻找王腾 那群人 面对这么一个开了神志 修为境界都如此高的凶兽 不知道多眼馋 王腾也有些心虚 指不定九头龟怎么骂他呢 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 既然你不要这个凶兽了 他很荣幸被我看上了 这也需要通知你吗 七长老理所当然必看着王腾 并没有将王腾放在心上 毕竟他已经将王腾也定性为 跟其他人一样的人 因为害怕 畏畏缩缩的 不是 你们都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吗 啊 我就不配尊重是吧 姓王的 你很能耐啊 这样都能将我给忘了 你知道我面对是谁吗 一直被忽视的九头龟 气氛地怒吼了起来 七长老嫌弃地直接说了一句 呱噪 便敲了敲九头龟的龟壳 下手力道有些重 九头龟一下子就有些头晕 开始难受了起来 王腾见到七长老这动作 有些担忧地上前一步 七长老便退后一步 王腾语气冷静道 动手动脚做什么 他不是物件 七长老一脸不在意 好似这是他的所有物一样 王腾被七长老的无耻行为 几气笑了 他发现这个组织的人真的 物以类聚 都是那么喜欢抢夺别人的东西 理所当然必当成自己的东西 七长老好似没有看见 王腾那铁青的脸 将九头龟举了举 不怀好意地笑着 想要回这个凶兽 也不是没有办法 你去外面证明给我看 比如杀了那个北梁国的什么长老 让我开心了 说不定我就将他还给你了 七长老好似在说 什么简单轻松的事情 王腾强忍着杀人的心 努力让自己心情平复下来 七长老我不归你管 你也没有资格给我下命令 再说了 我也不想掺和你们的事情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这里 为什么要这么勉强待在这里 让自己为这里谋取一切呢 王腾被七长老这几番三次的举动弄得来了脾气 略带挑衅地看着七长老 七长老眼眸深邃 死死盯着王腾 这个王腾是怎么能这么胆大说出这些东西的 明明之前还怕得要死 现在又不怕死地挑拨他跟这里的关系 有趣 真是太有趣了 七长老不怒反而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有趣 你比那些个人有趣多了 那些人都是一群孤名钓鱼的人 给你一个机会 痛痛快快跟我打一场如何 他可没有忘记刚才因为清廉仙僧的出手 导致他们这场决斗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王腾讽刺道 七长老 若是你真的想跟我打一场 你应该知道先处理什么事情 既然你都管不了 我也怕死 我不会赌上自己的性命 七长老听着王腾这嘲讽的语句 气愤地冷哼一声 不过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 一点都没有修仙者的无惧无畏 让我瞧不起 说完 七长老便没有了耐心继续跟王腾讲话 带着九头龟就准备离开 王腾瞅准七长老的手腕 一道暗影之力打中他的手腕 七长老一阵词痛 手一松 九头龟便朝着地面落下 第3230章第一次读发 在九头龟快要接触地面的时候 一道暗影之力如同绳索一样 瞬间将九头龟缠住 王腾用力一拉 九头龟便回到了他的手里 趁着七长老还没有反应过来 瞬间消失在原地 以飞快的速度回到自己的府底 到时候若是七长老来找他的麻烦 他好一下子将凌风他们都弄回轮回真戒中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七长老已经断定王腾就是一个耸祸 是不会动手的 所以并没有过多的防备 谁知道就是因为他这一时的松懈 就让王腾攥了空子 手腕传来词痛 也丢失了一个凶兽 七长老练下了眼里的异色 恢复了一脸冷漠 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一样 回到府底的王腾 内心还忐忑了一下 若是这个七长老输不起 去叫家长来 他完全打不过 不过几天过去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就连一直仇视他的四长老 还有那个八长老 最近都没有出现 王腾他们一直老实待在府底 对于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点都不清楚 一个清晨 王腾打坐中 额头漠然出现许多密汗 王腾脸上的血色瞬间吞去 紧抿着唇 紧闭着眼睛的王腾 突然感觉到了体内一阵灼热一阵寒冷 他只觉得五脏六腑很疼 那钻心的疼 好似有许多虫子啃食着他 在他的体内到处乱窜 王腾实在痛得受不了了 自躺在床上 呼吸浅浅 精进抱住自己 想以此来缓解自己体内的疼痛 疼痛已经让王腾无法冷静思考 他实在忍不住 在床上翻滚了起来 痛饮生意出来 整个人好似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 发现疼痛的规律之后 王腾瞬间明白了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看来是他体内的药物起了作用 若不是这次病发 他都快要忘记这件事情了 王腾分了一丝精力 不由得感慨 真的很疼啊 刻不容缓 王腾运行体内的真气 想去舒缓到骨头的疼痛 将这药物给逼出体内 不过这药物很是诡异 让你捉摸不透它在哪里 因为王腾浑身上下每个器官 都来了一遍 不愧是七爵门研发的毒药 让人无可奈何 维持片刻清醒的王腾 又被第二波疼痛弄得失去了神志 在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 他会长打翻了桌面的东西 那些瓷器落在地面 发出清脆的声音 在这个清晨很是明显 弄完这些之后 王腾便安心昏死过去 最快发现异常的是道武痕 道武痕在王腾旁边的屋子里 察觉到了王腾这间屋子 传来异常气息波动 连忙来到王腾的房间 便看到了王腾疼痛难耐的的情况 道武痕连忙上前查看 将王腾扶起来坐着 不过王腾整个人 好似没有骨头一样 坐不稳 道武痕只好将王腾放平在床上 不停朝着王腾体内输送真气 道武痕的真气 在王腾体内游走了一番 检查不出什么 就好像王腾的疼痛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 他没有查出王腾是因为什么而如此痛苦 但是王腾那痛苦的样子不似作假 道武痕一时束手无策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能手足无措地往王腾体内输送仙道之气 借此来缓解王腾体内的疼痛 见王腾紧皱得没有些舒展 道武痕不敢停下 继续灌输着 道武痕急得直冒汗 一会儿时间了 仍不见王腾有所好转 道武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时 一道娇俏的声音响起 看来我来的还真是准时呢 道武痕继续手里的动作 听到声音 警惕地看了过去 一个穿着黑袍的女子 突然就出现在了房间里面 道武痕收手 不动声色蓝在王腾的前面 力声呵斥着 你是谁 为何出现在这里 他不认识这女子是谁 但是这女子能出现在王腾虚弱的时候 就说明王腾的虚弱跟着人脱不了干系 哟 这里还有个小骏狼在等着啊 巴掌老略带轻挑的语气说着 道武痕有些不适地皱着眉头 冷应道 这位姑娘有何目的 巴掌老听道武痕喊他姑娘 心情很不错 笑盈盈道 我是来给他送解药的 半个月一次 我估摸着时间来的 想来也快到时间了 这不 巧了吗 我一来就遇到了 道武痕瞬间明白现在的情况 王腾被强迫加入这个组织 肯定不会什么事情都不做 总得拿个什么东西来威胁着王腾 这不 在王腾体内下毒 是最好操控王腾的办法 嗯 又是一阵疼痛袭来 王腾低沉着声音 痛呼出声 道武痕便知道王腾已经到了最痛的时候 想了想 还是让开了路 让巴掌老给王腾解药 道武痕还是有些不放心地警告着巴掌老 若是你耍什么花招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巴掌老将解药送入王腾的嘴里 嘴唇上扬 贴着道武痕 调侃道 呦 这小骏狼口气不小 你想怎么不放过我 我还有些期待呢 见道武痕很没冷对 巴掌老轻笑一声 话题回到正式上 解释一番说 他之所以这么痛 是因为 这是第一次病发 太过于突然 若是提前服药 也不会如此 放心 过几次就好了 下次的提醒我们提前挤药 越说 道武痕的脸越黑 毒药被他们说得那么轻松 痛得又不是他们 可能药效发挥地很快 王腾很快就停止了痛营声 渐渐恢复了安静 巴掌老将视线收回 好奇地看着道武痕 这位骏狼 怎么平时没有见过你 王腾的其他朋友我都见过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道武痕抱着胳膊 一脸冷漠地看着这个套近乎的巴掌老 他不知道这巴掌老有什么企图 但是道武痕还是凭着直觉 觉得这个巴掌老不是你们简单的人物 道武痕一脸高冷的吴生地拒绝着巴掌老 巴掌老反而来了兴致 傅身上前 抚摸着道武痕的脸 道武痕偏头躲开了巴掌老的手 巴掌老也不气恼 反而来了兴致 第3231章道武痕被调戏 你这小骏狼好没趣 不过你这服正经的样子 更加勾人了 巴掌老调戏着道武痕 道武痕还未曾遇到这样的人 一时间手足无措起来 姑娘 男女瘦瘦不轻 再说了 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还是不要如此热情的好 道武痕慌忙说着 一边远离巴掌老 巴掌老先开帷帽 露出他那张唇玉的脸 一脸欲气欲肃着 好似在说道武痕一点都不怜香惜玉 不解风情 道武痕骤然见到这面孔 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 好似他见到的不是一个大美人一样 巴掌老有些挫败起来 这个王腾跟这个道武痕怎么回事 是不是男人 他这张脸可是迷惑了许多人 只要他愿意勾搭上的人 就没有人逃脱的 偏偏在王腾跟道武痕这里碰了臂 道武痕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波动 认真劝着巴掌老 这位姑娘 你找错目标了 巴掌老秋破万转 魅惑万分 但落在道武痕的眼里 只觉得这人有些麻烦 他又不能打女人 而且这个女子也只是调戏他 并没有做出什么过火的举动 道武痕只能用身心抗拒 公子公子 一阵喧闹声传来 林峰他们在门外呼喊着王腾 他们也听到了从王腾房间里面 传来的东西破碎的声音 猜测到王腾兴许是出了什么事情 他们在门外焦急等了一会儿 许久未听王腾出声 他们便推门而入 道武痕来不及阻止 他们就一窝封闭进来 我天 哪里来的这么一个女子 林峰他们没有忍住 受到这波冲击 没有忍住 将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林峰他们将这开门的动作 看着里面出现一个娇俏的美人 眼睛一亮 不过被女子的动作给吸引了 只见女子暧昧地抚摸着道武痕 一时间 空气极净 道武痕正要解释 林峰他们同步地说了一句 我懂 我懂 不打扰了 你们继续 随后便迫不及待地将门合上 门碰的一声 道武痕有些无奈必服额 按住了青筋抱起的额头 这些人有时候一点都不正经 巴掌老玩味一笑 台谋看着道武痕 呀 被误会了呢 要不要我去解释一番 道武痕想跟着离开 被巴掌老一下子就给拦住了 道武痕忍着怒意 看在你给公子解药的份上 我不想跟你动手 也望姑娘不要为难我 巴掌老背这么落下面子 却是一点都不害怕 是吗 你要怎么为难我呢 巴掌老抬脚 凑倒到武痕的耳边 温热地吐着气 一股心相窜入到武痕的鼻腔 巴掌老揉着嗓子甜腻说道 小骏狼 是想怎么对人家动手呢 道武痕被巴掌老这轻挑的语气 跟态度给刺激到了 一脸嫌弃地看着巴掌老 直接拔出剑 将巴掌老逼退 冷应着声音道 这位姑娘 人贵在自爱 我对你没有什么心思 也请你不要做出这些让人误会的动作 巴掌老见到武痕真的生气了 神色也有些不好了起来 他这么一个大美人 诱惑别人从未有过失手 却在王腾跟到武痕这里 连连受挫 简直就是来克他的 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无趣 你跟你那个公子一样无趣 我这样的大美人站在你们面前 你们是一点欲望都没有 还是不是男人啊 别的男人见到我那眼神恨不得将我吃了 你们还真的要成心啊 巴掌老有些气急败坏 控诉着道武痕这位不解风情的臭男人 道武痕横着剑 冷漠说道 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 现在请离开这里 说完 剑气中带着浓烈的气势 威胁着巴掌老 巴掌老沉着脸 甩袖冷笑着 本座这么耐心跟你讲话 是看得上你 你别后悔 说完 巴掌老便自讨没趣地离开了这里 道武痕见人离开后 狠狠地吐了一口气 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他坐在凳子上 眼里满是煞意 门这时悄然打开 道武痕看了过去 跟鬼鬼祟祟的凌峰他们对上眼 傲娇地一开了视线 凌峰小声问道 吴恒兄 那人是不是走了呀 凌峰看了一下里面 没有发现那女子的身影 便连忙将门打开 他身后的众人迫不及待避闯门而入 剑王腾躺在床上 好似情况不是很好的样子 他们心里那些调侃瞬间消散 道武痕连忙制止他们 你们不要都围着他 过来 我跟你们说具体的情况 凌峰他们便离开了床边 来到道武痕的身边坐着 很是好奇地问着公子究竟怎么了 道武痕看了他们一眼 有些好奇地问着 你们知道公子体内有毒药吗 什么 公子也被喂药了 李妈没有控制住自己 近乎出声 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 王腾也会被灌药 道武痕见大家的反应都是很惊奇的 不由地叹息一声 看来王腾并不打算将这些事情告诉给大家 准备独自一个人承受啊 知道王腾会按时服用解药之后 他们便放心了许多 不过有的人也担心自己会不会有解药 毕竟他们都服用了这么久了 还没有人说会有解药给他们 武痕兄 当当什么情况啊 怎么房间内突然多出一个女子 凌峰凑到道武痕的身边 用肩膀对了对道武痕 满眼调侃地看着道武痕 这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炯炯有神地看向了道武痕 一张张脸上写满了好奇 他们很想知道 道武痕跟那女子究竟是什么情况 道武痕有些好笑 什么情况都没有 专门来给公子送解药的 不过看他那熟练的程度 估计是这里的长老之类的 不能吧 哪有长老那般年轻的 武痕兄 我们可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其他人跟着瞎起哄 调侃道武痕 他们有成就多了 道武痕无语地看着这群 看热闹不嫌世大的人 公子不也是长老吗 他不年轻 有人反驳着 公子不一样啊 公子可是数年来难得一见的天才